希望今年的冬天 不像往日那么冷 那我就一直抱着你 笨蛋 我是神仙嘛 我怕的是你会老 那你 就一直抱着我 要不是这一百年 你把仙元给了至尊宝 你怎么会伤成这样 可现在不是以前啊 我的时间不多了 谢谢 我敢跟天斗 可我却没有告诉他 真相的勇气 静静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我想带至尊宝 回这镇上看看 辛苦你帮我 一定弄得热闹一点 今天来找我 不是为了来看戏吧 如果卑微就是你爱他 唯一的方式 值得吗 值得吗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你就不会去问 值得还是不值得 我想找你帮个忙 那我有什么好处呢 我有办法让牛魔王 重新珍惜你 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什么日子啊 好啊你 骗你的 今天是我们拜堂成亲一百周年吗 今天是我们拜堂成亲一百周年吗 你现在学坏了啊 今晚陪我出去走走啊 好啊 不错发了 嗯 嗯 嗯 哦 小慧我哦 你慢点啊 我 好啊 你 这就好像变得比以前热闹了 一百年了 当然不一样了 对我那意的这么变 我没有那么变 至尊宝 你有和别人一起看过天灯吗 有 骗你的啊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同你在一起 没有其他愿望可去 真的 跟我来 干什么 看看吧 你写了什么愿望 不能给你看的 看了就不灵了 不许看啊 你究竟写了什么愿望 希望今年的冬天 不像往日那么冷 那我就一直抱着你 笨蛋 我是神仙嘛 我怕的是你会老 那你 就一直抱着我 只尊宝 今生你欠我的 来世一定要记得还 你的愿望 我看到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可你就是不听 一百年没见 我不想刚见面就跟你吵 我也不想眼睁睁看你去送死 我听二郎神说了 你要去牛魔城救人 可现在的牛魔王 你打不过 那就试试了 用不用我帮你 不用 我想通了 如果打不赢牛魔王 大不了再嫁给他一次 骗你的 一百年了 说话都变得跟他越来越像 无可救药 紫霞姐 你有没有想过把真相告诉他 他现在肉体犯胎的 我的麻烦 他帮不上忙 你不怕他以后怨你吗 我不怕他会怨我 我只是害怕他会心疼 而那个时候 我却不能在他身边陪着他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知道有个人 能帮我 这艘船 我记得 一百年前 你做过 其实那天我也在 只是你们闹得太厉害 根本不需要我出手 不管你今天来找我做什么 我不感兴趣 也无话可说 我只是想在临死之前 来见你一面 当年至尊宝虽然拔出了我的紫青宝剑 可当时的他 心里还住着别人 我顺从他说的每一句话 只懂得付出 不要求回报 最后丢了自己原本的样子 却仍然没能让他学会珍惜我 我们成亲那天 至尊宝同我说 直到失去后 他才后悔逻辑 幸亏上天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幸运 小儿 凡人一生短短数十载 每天都要做选择 一辈子都在做取舍 就像我明知道至尊宝离开我 才能成为我想要嫁的齐天大圣 盖世英雄 可我却宁愿选择让他一事无成 也不舍得放他走 我们得到什么的同时 就一定会失去什么 你想要的两拳法 这人世间没有 又何必为难自己 苦苦强求 你是想 让我帮你去救至尊宝吗 我来找你 想让你帮的不是至尊宝 而是你自己 呀 到你这 Lage